大家好 回家的 回回印度的 机票都已经买完了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印度了 我姑娘呢 现在就碰到任何人 跟她有关系没有关系 随便她跟所有的人都说 说我马上就要回印度了 我马上就要回印度了 特别开心 我不知道是她动不动这个东西 但是她就是看一个人就说 我马上就回印度了 人说任何话 那她就是说出来这个话 那好像是她很想要去的 就是我在聚 所以她的地方找她 然后她就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都不上幼儿园了 就不让她去 老婆说现在呢 就是在幼儿园 可能你会感染那个 感冒发烧之类的东西 然后又穿过去那个老二 所以不去 我也不愿意 她不在家呢 那就是一点都 家里太安静了 就觉得说 有缺什么东西了 那一边又就是我要回印度啊 就是时间也近 还有呢 都确定了 就要走了 那现在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啊 就是 就是 人羊啊 在家啊 要车啊 这些东西 本来就 都已经说 太长时间了 就换了 那现在要买出去 还是不要她了 还是要给别人了 还是要 听她的那个车位啊 都觉得是 有点不舒服啊 就心里不得见 还有就是 担心到了 印度以后呢 是要做好多事 办好多东西啊 现在心里都没准备好 都没寄过去东西啊 本来想把东西要寄过去 然后把房子要住出去 啊 车也 处理一下啊 啊 但是现在 有一点就是 变化 嗯 我觉得是先留着吧 这个房子 不是那么着急要住出去啊 啊 先到了一两个月看看呢 是我们在印度怎么样的 能不能接受啊 如果能接受的话呢 要住出去之后 住出去 对吧 妈妈爸爸在这边呢 是打电话联系 他们来这里人家要看房 看完了以后呢 是要住 就直接进了 然后我们的东西都就 嗯 包装好 以后就 不让一个地方吧 就是要出现了 就是那个 那个房间也行啊 然后车也是 网络上可以定 就是价格稍微高 稍微低 但是如果现在都要处理的话呢 不知道是 以后如果再要回来 那就不是太麻烦了嘛 啊 还有网友说是 如果您要住出去房子的话呢 那你的房子会太差了 你再要进 再要住的话呢 那必须要重新装修 之类的东西 啊 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住房子的人 肯定不会把我的房子 弄自 我现在这样的 还是他们以前 就是有一些人住过 然后我再要来住的话呢 那心里完全都不一样了 啊 所以就觉得先不住了吧 看看吧 啊 我们也不是要去 就是必须要住出去 如果有人来 然后他特意要 那我就告诉他 两个月三个月以后的事 如果他通意了 那就打电话 就搞定这个东西 然后我的车 不是中国的牌子嘛 那一块 嗯 不值钱了 然后就给七八万人民币啊 不知道 最统不知道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 最多最多 八九万块钱呢 那就 就说 不知道是要该怎么 但是如果要不处理这个的话呢 那他每年也有保险的 保险的钱 还有一些乱七八的费用吧 所以就 这两个东西 嗯 就是一种的 一种的 一种的责任吧 压力啊 嗯 不那么简单啊 就是你 不要就不要 要就要 不是一趟的钱 一趟的钱就是随时啊 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上了 不要就也可以不要了 马上就不要了 到了新德里以后 也不知道是哪边住哪里啊 怎么样 那新鞋也是压力啊 直接到了以后呢 是去哪里啊 去酒店呢 这么多人 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呢 是招呼孩子也 就是不容易的 然后也不能直接到老家 嗯 我不准备直接先到老家 再搞定这些东西 看看吧 看看吧 都已经订好了机票呢 那机票 机票订的是先去 呃 芒果啊 然后芒果完了以后 再买 还没卖 呃 想想在芒果玩一 玩几天吧 因为我们他要芒果的那个签证 签证也要回用 然后呢 说机票都已经有芒果的 嗯 没办法 必须要住一个晚上 那再住几个晚上吧 看看呢 在芒果 但是带两个孩子去玩 哪里都玩不了 这几天呢 那我们就明白了 待机这么年小的孩子去哪里玩 都不是玩 就是累 然后他们也不 不什么玩 他们也累 嗯 激动 所以就 有 现在有几天的时间 但是也尽快要买机票啊 啊 之前就是好多 朋友们他们都说是 哎呀你什么时候去啊 啊 告诉我一下啊 说也可以跟你们 你一起去 然后呢那边转一转 我现在自己都没有 住的地方啊 所以就 嗯 不好跟你们说 啊 是跟着我可以走 然后我定去了那边 以后 随时来 那时候也有房 也有车 那就是 然后呢 是可以 陪你玩 啊 但是有些 老板们 如果你们需要我啊 啊 在印度帮你什么忙 然后呢 是你弄给我一点机会 赚钱的 那就是啊 就特别感谢你们啊 啊 那 接着就这样的 啊 谢谢大家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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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